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今天在台北市大安區 和這邊的立委候選人 羅志強一同接頭開獎 而羅志強這邊就提出了議題 就是表示說呢 大安區的居民有70%的人 其實呢是不支持廢除死刑的 而對此呢 趙少康也表態了 他提到說呢 不能有法律而沒有去執行 另外他認為台灣現在的現況 也不適合廢死 聽一段他的說法 我覺得不適合耶 甚至在美國你看 有很多州原來廢的死刑 像德州又恢復了 所以很多時候 他還是有一定的嚇阻作用 當然你不是說廢了死刑 就完全大家不會犯很嚴重的罪 不是 但至少還是有一定的嚇阻作用 就你來看韓國瑜跟侯偉的心結結了嗎 嘿嘿嘿 這個早就結了吧 還有什麼沒有結呢 都多大的人了 又不是三歲小孩子 對不對 什麼心結不心結 韓國瑜現在也是 國民黨的不分區第一名嘛 所以我從來沒有看到 國民黨現在這麼團結過 中央也好地方非常團結 所以也希望韓粉能夠歸隊 不過韓國瑜跟我講說 大部分韓粉都歸隊了 有些沒歸隊根本不是真的韓粉 所以原來也是罵他的 後來突然腰聲變韓粉了 現在又開始罵他了 真的假韓粉 真韓粉應該都歸隊了 不過現在網路就在流傳說 在凱到當天國民黨的大造勢上面 侯友宜上台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跟這個韓國瑜 來握手之意 甚至是刻意的略過他呢 對此趙孝康表示說 這是有心人刻意分化 而且表示他們兩個人 早就沒有心結了 又不是三歲小孩 隨後侯友宜辦公室也提出 另外一個角度的影片 表示侯友宜在一上台的時候 就已經向韓國瑜來致意